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们本场活动的第三个阶段 生态 生活 人物杂志2017年度人物面孔 长期致力于环保宣传 热心工艺 曾作为青年领袖代表 参与联合国全球工艺行动 为生命呐喊 2018年4月 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任命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掌声有请 李雪剑 桃红 王俊凯 好 朋友们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李雪剑 桃红 王俊凯 请三位入座 首先呢 我们非常欢迎三位的到来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叫做生态 生活 那么请三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有哪一些身体力行的保护环境的一些故事呢 这个嘉宾 他的人气是相当的旺啊 我问一下 参与联合国的粉丝 在哪里 王俊凯呢 不仅是一名青年偶像 更是一名青年榜样 在今年的四月份 我知道 俊凯 你是联合国亲善环境署 命名为亲善大使 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使 那么想问你 你觉得联合国环境署 为什么选择你作为亲善大使呢 首先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青年人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我觉得青年人呢 在这个社会上 他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种活跃性 也是一种积极性 他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青年人更要有这样一个 环境保护的意识 这样一个责任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环境保护 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想的 哇 环境保护 我可以做些什么 好像我并不能参与什么 其实我觉得 桃红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身边小事做起 希望大家就是 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就是说 平常比如说像我现在 会尽量去减少一些塑料制品的去使用 可能我出门的时候 我会尽量带一个保温杯 我不会去用那些一次性的杯子 然后呢 在外面餐馆吃饭 我可能也会尽少去使用一次性的筷子 那这些塑料制品 其实是对环境有非常大的污染的 所以 对于大家来说 环境保护 其实就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 然后日积月累 从你慢慢影响到另外一批人 然后再影响到大家 到整个社会 对环境保护 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么这个社会 就一定是非常美好 那我们的家园 也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真棒啊 我想呢 我们粉丝知道 王俊凯得到 亲善大事这个头衔 一定是很高兴的 那么 王俊凯我也想问一下你 当你知道 你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之后 是什么心情 首先肯定是非常荣幸的 因为 亲善大事嘛 只觉得自己 就是 似乎有这样一个责任了 去倡导 去 和大家一起去 传播 环境保护 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 就像 习大大也说过一句话 叫做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去保护生态环境 像保护 去对待自己生命一样 去对待生态环境 我觉得我的责任 其实 不在于说 我做了多么高大上的事情 而在于 我有没有 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有没有去 倡导大家 去传播 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去好好保护环境 那么 你也给粉丝分享一下 下一阶段 你的工作 以及职责 作为亲善大事 有哪些呢 之后呢 要去吉林 浑春 去东北野生湖的一个基地 因为当时 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活动 叫做 《为生命呐喊》 当时给到我一个数据 是说 全球的野生老虎的数量 只有三千多只 我觉得 我会觉得 哇 这就是太震惊了 因为 就没想到老虎以前 会成为一个 冰威的物种 会让我有一种 就是 这样一种保护 这样的一些 冰威物种的一些动物 是迫在眉睫的一种事情 对 非常紧迫 所以 这次去 去到吉林这个基地呢 也是想看看那些 一线的巡护员 他们的工作状态 其实 那个基地的 东北的野生物 也是非常的少 那么 他们呢 通过一些 防止盗猎 或者说 因为一些盗猎 受伤的一些老虎 他们会去为那些 受伤的老虎 或者说是那些 刚出生的一些小老虎 做一些帮助 而不是说 去圈养他们 他们只是为他们 打造一个 很好的生存环境 一个栖息地 那么据我所知 他们也是通过 这样的一些行为 让那里的老虎呢 有更多的一些生存率 对 好 我们谢谢王俊凯 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不论是王俊凯 陶红 还是我们李雪剑老师 都来自于不同时代 堪称是我们时代的榜样 那么最后 我想请三位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能不能给你们自己 同时代的人 一些有关于 环境保护的倡议呢 王俊凯呢 我想说的是因为 这个时代 带给我们很多东西 带给我们很多科技上的便利 那像我们现在青年人 就是享受着 这一方面的一些便利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 科技带来一些好处 其实在一些环境上面 其实它也会带来污染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 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是有一句俗话叫做 应该是这样讲的 叫罗马不是一个人建成的 我觉得环境问题 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只要大家 秉持着这样一个信念 环境保护 其实就是大家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持之以恒 从身边小时做起 那么我们国家的圣诞环境 包括可能说我们 整个地球的圣诞环境 都会变得特别的好 特别的美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也提议啊 我们台下的各位粉丝 我们的观众 再次为我们台上的 三位偶像鼓掌点赞 谢谢 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 也希望三位借由偶像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的人 让环保成为大家 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好 让我们有请各位嘉宾 宣读唱艺书 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 生态星则文明星 生态衰则文明衰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共同保护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能源资源安全 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绿色家园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的 去保护生态环境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让我们生态之美 永住人间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美丽 为此我们倡议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真爱地球 热爱自然 共同普解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华美篇章 共同拥抱 生态文明 新时代 好 你让我们感谢 各位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